妳的手 她問我說妳手會冷嗎 然後因為我就沒有回答 她就說 烤箱腸多好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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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可不可以 行掉 為什麼 我的世界並不大 但是有妳們剛剛好 女生啊 就是喜歡聽謊話 你怎麼這樣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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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那個夕陽是天使的皮質 她一直告訴我 超級一點通 我眼睛就通 歡迎大家來參賽者隊 首先介紹我們的筒筒隊 我們的筒筒 魔術王子小鐘 還有我們的艾成 請記得介紹我們的圓浩隊 給我們帥氣的圓浩 可愛的人機可以囉 以及我們的林道元 是的 還有今天我們 真的 我們今天這一組有四個人 對 對 帶我兒子一起來上節目 而且我們這個單元本來就是 遇交易樂的單元 是啊 因為我們就是來 所以今天很重要好不好 是 通常人家都說 懷孕會變笨 懷孕會變笨 容易變笨 而且容易失憶 那林道元為什麼 從頭到尾沒聰明過 那是懷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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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幾年都會懷孕 黑柔會受到懷孕的影響嗎 懷孕真的會變笨嗎 看下去就知道囉 超級一點通遊戲規則 一人照圖卡提示 在時間內進行答題 答對即得分 答錯換對方猜題 各位加油囉 第一次題 第一題 請看第一個提示 好 有 雨嵩 有沒有看到 月球 給你們一個提示 好 兩隊請搶答 桶桶隊請做答 太明顯了吧 對 太明顯了 月球漫步 MICLE JACKSON 這個半步的血笨拙了一點 我是衣服比較大借 我告訴你 MICLE JACKSON對不對 不是 遊樂隊請做答 為什麼 不會是王力宏呢 因為我突然 我不確定歌名 但是 我記得他好像有唱過 跟星球有關的歌耶 月球還是星球 月魚兒章 公轉自轉 公轉自轉 他就是我們高中那個時代 你知道嗎 我同學都超迷戀 他都希望他變成我的男朋友 各位 誰說媽媽比較笨的 有沒有 怎麼沒有道理 王力宏對不對 對不起 緊急著來看第二個提示 是什麼 什麼 劉相馳 兩隊請搶答 為什麼 猶豫猶遠 桶桶隊請做答 我們這個一定對了 對 對 小行星加劉相馳 答案究竟會是誰呢 桶桶隊請做答 我們這個一定對了 方紀維 對 為什麼是方紀維 君宗情人 因為他現在 這個箱子是君宗情人 沒錯 方紀維是最早一代的君宗情人 對 然後跟那個星球也有關係 還有賣天珠是不是 他賣天珠 把那個圈起來的感覺 他好像豬豬 對 這八方一模一樣 對 就是方紀維 你這答案很瞎 風紀維對不對 好 錯 點號的請做答 1 2 3 為何 那跟星球有什麼關係呢 他是 你知道嗎 他是 紅到真的是全世界的國際 可能連愛世界的國際 對啊 鄧麗君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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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我們的正解就是鄧麗君 鄧麗君跟星球有什麼關係 對不對 跟星球有什麼關係 歌迷在2001年的10月23日 發現一顆新的 小小星星 4 2 2 9 5 於是以他的名字 來命名作為紀念 是這樣子 牛箱子 由於鄧麗君的父親 曾在中華民國國軍服務 所以鄧麗君從孩童時代 就開始鬧軍 他是 紅白歌唱大賽 這個就不用多說了 我想應該大家都知道 好不好 馬山關廁所 有沒有人曉得 沒有 對 他是曾經上過那個廁所嗎 關廁所 是關開的關 關廁所 誰那麼慌喊 喂 鄧麗君的歌呢 在內地廣為盛行 受到內地同胞的喜愛 故而當時的政府請鄧麗君 在金門前線 馬山關廁所時向內地喊話 風靡全大陸 所以所有內地的這一段話呢 就這樣講的 白天聽老鄧 晚上聽小鄧 好厲害喔 第一題的正解就是我們的 鄧麗君 您猜對了嗎 是的 緊接來到異志題的第二題 兩隊注意了 請看第一個提示是什麼 巧克力 請搶答 彤彤隊請多答 沒有答案嗎 所以剛剛是猜個藝人對不對 不是啦 不是啦 我覺得不會啦 我覺得是鄒潤發 鄒潤發 肚神 肚神一定要吃巧克力 不吃的話就沒辦法了 對 你看他 抽牌了 抽牌了 抽牌 鄒潤發 對 不對 原浩隊請作答 我們猜 我自己先猜了 好 你先猜 Michael Jordan 為什麼 巧登先生 因為他的皮膚黑的 跟巧克力一樣 就是他 誰 麥克 喬丹隊不對 不對 錯 我們馬上來看 第二個提示是什麼 五棍阿伯 請搶答 張飛 菲哥 因為他的髮型跟五棍阿伯 一模一樣 五棍阿伯就是學飛哥 其實 如果我們這樣子想像 他有戴墨鏡的話 他就是飛哥 飛哥 對 不對 原浩隊請作 什麼可能是飛哥 舞王 羅志祥 對 因為你看 他這個是五棍阿伯 五棍就是說非常會跳舞 但你想新一代帥帥哥 很會跳舞的舞王是誰 羅志祥 但如果是你跳舞 不是很想看 對 我覺得重量很重 所以就是我們的小出 羅志祥 沒錯 羅志祥隊 YES 沒錯 緊接著我們來看 第三個提示是什麼 什麼 賽車 不會啦 賽車 請搶答 有答案了啦 請作答 誰最會開賽車 林志穎 答對了 他很帥 還滿對的 林志穎對不對 怎麼不能 還是 也不知道了啦 那我知道了 楊浩隊請作答 賽車如果不是林志穎 就是另外一個亞洲的車神 郭富城 郭富城 郭富城我們大家重組是 憨賢開賽車 憨賢開賽車 巧克力 他以前有一... 你廣告很有名 你是我的巧克力 等一下 我真是多嘴 竟然被你聽到的這一句 這樣更有可能是郭富城 對 一定有的啦 郭富城 賽車 郭富城隊 不對 意思題 第二題的正解就是 我們的郭富城 這邊我想只有武冠阿伯這邊 你們應該是比較有問題 沒錯 武冠阿伯的連結是很好的 就是我們郭富城其實非常會的跳舞 好不好 他在2005年的6月 郭富城 他將一頭濃密的頭髮剃光了 就為了他的演唱會 而且這演唱會非常叫好 叫作 今天我們來到意志題的第三題 是 好 第三題 我們請看第一個提示是什麼 這是什麼 繡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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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隊有可能 請搶答 永浩隊 我知道了 唐伯虎 唐伯虎 沒有 沒有 繡球隊請做答 繡球 他亂拍一個 周杰倫 為什麼 因為他最近有開一個 義大利餐廳的店 最近嗎 所以剛剪彩 周杰倫 對 不對 錯 對 緊接著我們來看第二個提示是什麼 我知道了 對 這一題很難 我告訴你們一個提示好不好 但是這個提示我覺得也滿難的 好 兩隊請搶答 繡球隊請做答 徐佳穎 徐佳穎 他嫁給窮人 因為徐佳穎有唱一首 我心驚伯伯啊 我唱上話 徐佳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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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不對 另外一隊請做答 情襄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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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黃襄蓮 還是黃襄蓮 黃襄蓮 是情襄蓮 是陳世美的老婆 對 他嫁給 他嫁給陳世美是 是窮人嗎 他應該沒有很有錢吧 情襄蓮 對 不對 錯 對嗎 各位 我們來看 第三個提示是什麼 馬 真的是神奇百馬 白馬 兩隊請搶答 徐佳穎 第二隊請做答 翁波川 翁波川 王寶川是 徐首還搖18年 還搖嘛 就是很窮的 他一定是嫁給窮人 王寶川 對 不對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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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回合 意志題 彤彤隊得到的是 零八 零八 得到的是 十五分 掌聲鼓 不過沒關係 各位電視節目觀眾朋友 我們是第一回合 好不好 我們還有第二回合非常好玩的題目 等著你 馬上進入第二回合 對 對 勝負的第二回合即將開戰 請兩隊議員按鈴搶答來猜題 答對即等五分並可續答 答錯換對方猜題 Are you ready Let's go 我們要抽出一點通 第二回合 第一回合 第六回合是我們的生活題 好 各位 生活題的第一題 請聽清楚了 網友票選 女生最愛聽的情話 前五名 兩隊請搶答 原來請作答 我想你 我想你喔 Baby 對不對 我想你有沒有 好 來 來 我們可以一輩子在一起嗎 OK 我們可以一輩子在一起 這個真的很重要 我想跟你在一起一輩子 這個很重要 好甜蜜喔 這種感覺是最棒的 飛上天了我 我可以一輩子跟你在一起嗎 有沒有 有 漂亮 從那請作答 我愛你囉 我愛你囉 剛剛他們沒有答案 我愛你一定要的 而且有的人 我跟你講 早上出門都說 我愛你 寶貝 對啊 甚至有的女生喜歡查起 我們在工作 他就硬要說 你在工作場的時候 我愛你 對 我們就會講個小聲 我愛你 他說聽不到大聲 大聲一點 我愛你啦 沒什麼 老羞啊 有的女生就是要聽這句話 對 我愛你 有沒有 中 我愛你 很重要 讓我照顧你 對不對 這個會有 對啊 這句話是艾成最喜歡說的一句話 我好好幫你照顧一下 對 沒有 讓我照顧你 有沒有 這不可以 這不可以 袁浩隊請作答 我是你的 這句其實好像也滿 很甜蜜 很甜蜜 我是你的有沒有 張學友裡面有一首歌叫 什麼你偷走我的心的 我的心已經被你偷走了 偷走了 我覺得應該在講 會有人這樣說 你是小偷 我不是小偷 我又沒偷偷 我是有 我覺得最近很多人 你喜歡的 怎麼那麼肉 這個偶像劇裡面的台詞常常有 這個話 很 這真的太肉麻了吧 其實很得分 但是聽到心愛的人跟你講 真的會很屬於 等一下 我們聽聽看女生怎麼說 其實是很得分的 他跟他說 好 好 我的心被你偷走了 有沒有 有 怎麼那麼厲害 還有什麼 嫁給我好嗎 有 對 會很感動 有人 你那時候有哭嗎 聽到這句話的時候 當時 當時 有沒有哭慘了 沒有 我就一直在那邊笑 但是其實心裡是很暖的 好感動 而且我那時候其實 沒有真正掉眼淚跟這種眼眶都 就是雞皮疙瘩起來 就一直很想哭 人生其實走到另外一個境界 就是這句話完了以後 就是一個 什麼東西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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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其實心裡是很暖的 好感動 而且我那時候其實沒有真正掉眼淚跟這種眼眶都 就是雞皮疙瘩起來就一直很想哭 人生其實走到另外一個境界 就是這句話完了以後 是 就是一個 不是 不是 喂 就是一個 是一個句號了 結局 鐘哥長的也對 你還沒有結局好不好 還沒有結局 不是 鐘哥長也是 就是單身的終結戰 就表示從今天開始 終結孤單了 怎麼從你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 你還沒有去老婆 你怎麼開講話 不好意思 這樣給我好嗎 有 沒有 機會來了 同隊請做答 有嗎 你是我的所有 這個一定中的 真的 這種情話 你再不跟我在一起 可是這跟我是你的不是很像 我是你的你 不見得是我 喂 喂 你是我的一切 你是我的所有 有沒有 怎麼可能 各位 第三個 到底是什麼 我們來看正確答案 差不多 我的生命真的是完整才完整 你跟我那個很像 你是我的所有 你知道 我看到這一句 我就想到我老公這一句 因為他每次其實 他都會用那個 我們結婚之後 婚前都會 他就會常常在Facebook發表 他的一些小感言 然後他最近我看到 他寫的一篇是說 我的世界並不大 但是 他就是想要那個Facebook 你看以柔講的時候 眼光都泛 我覺得很感動 可是你知道這種就是 他不是親口對你講 可是我每次看他寫這些東西 其實都覺得心裡很暖 女生啊 就是喜歡聽黃話 你怎麼講 我沒有最無力 你知道嗎 我覺得我們這一組 每次都把這個哏了 哭的哭了 哭得很幸福美滿 只要忠哥一接過去 就哭了一手 所以女生真的 真的女生就是要哄他 就是要聽黃話 對 他們好哄 但是不是愛聽黃話 忠哥 我一直我想請問 你 以你的年紀到現在 對 你跟你的女朋友曾經說過 最甜的話是什麼 就是我洗好澡 喂 男生 因為有好多種不同的型 或許忠哥結婚了以後有沒有 就是不會跟老婆講 但會寫在部落格哪一程 其實 不是啦 那女生的意思 喂 好不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網友票選女生最愛聽的情話 前五名就在這邊了 好 緊接著我們來到 生活題的第二題 網路票選 男生或者是女生喔 第一次約會的時候 最喜歡去哪裡 前五名 兩隊請搶答 圓桃隊請作答 不是 看夜景 因為你知道 好 從我的親身經歷 我老公第一次跟我告白的時候 他就是在那個陽明山找了一家餐廳 然後安排了那個很浪漫的燭光晚餐 之後呢 就帶著我到山 因為那時候是冬天 他就帶著我上山去看夜景 那因為很冷嘛 然後那時候我也沒有 不要講那個人笑話 爸爸平常不會戴手套 但是到了山上真的很冷 那一天可能不到10度 他這樣放下來問我說你手會冷嗎 然後因為我就沒有回答 他就說 好感人喔 我去講這個 真的很貼心 對啊 那時候就那一天 我就決定在一起 而且情侶一定都要去陽明山看夜景 對啊 尤其那個文化後面那個 後山 烤香腸多好吃啊 你可能 情調又沒了啦 看夜景有沒有 沒有 一定要看夜景 你知道晚上很浪漫的 還有一個 你講快一點 講快一點 坐摩天輪 那是兩個單獨相處的時間 去遊樂場玩 對 而且有時候在那個包廂裡面 然後轉到高空的時候 女生會害怕 兩個人而已 好高 然後又故意在那邊搖 有一次我跟這女生也是 是 坐摩天輪 是 然後可以很冷 對 然後那個女的 她是本身比較喜歡我 她就 有霧氣嘛 她就在那邊吹 霧氣之後寫一個字 愛你 哇 但是下一首感覺不是很好 為什麼 因為她有口罩 太誇張了 是遊樂園有沒有 有耶 我跟你講 阿姨也是 如果兩個人本來還沒有牽手 但因為人很多嘛 我真的 怕走丟了 女孩子就開始會抓住 男孩子那個 那個衣服的那個袖口 衣腳 對 衣腳 然後開始慢慢的就你知道 也許就兩個人 感情就升溫了 夜市有沒有 今天禮物是什麼 我還想到 看電影 對 看電影 電影 因為後來會很安靜 所以兩個人會 你知道 交頭接耳 對 內部會有一點比較肌膚之輕的 尤其看恐怖片的時候還得了 看電影 有沒有 看夕陽 我覺得去海邊 什麼什麼看夕陽之類的 都還滿有可能的 可是 看夕陽 我曾經有經驗去看夕陽 然後那個女生跟我講說 你知道為什麼會有夕陽嗎 所以不曉得 她說 那個夕陽是天使的梯子 晚上他們要回家了 這樣子 所以她的意思是 她的意思是告訴我 我想回家 因為妳還回家 看夕陽也滿浪漫的 看夕陽有沒有 有了 很像人 恐龍隊請做答 去餐廳吃飯 餐廳吃飯有沒有 上了吧 好 請到高級 高級賽關 這五個地方 都去過之後 應該是追到了 如果沒有 喂 是的 緊接著來到 生活題的第三題 好 第三題 網路票選 最常拿來做什麼 前五 兩隊請搶答 好 請做答 一塊錢我覺得 瓜樂透 拿來瓜樂透 有沒有 有 穿的 捐那個嘛 便利店 我們不是那個 捐獻箱 對啊 如果是五十塊 十塊就會想一下 一塊錢就 千百 一塊錢好不好 一塊錢 我們可能投到捐獻箱 對不對 捐出去有沒有 沒有 電話 公公電話 對 公公電話 對 一塊錢打電話 有沒有 搭公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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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沒有 可以請坐的嗎 來 我來講第一個 易潔小時候 國小的時候 常常會拿一塊錢 有沒有去廁所 脫開同學在上廁所 喂 有沒有 是的 把它拿來開 喇叭手 有沒有 真的有 真的是開喇叭手 沒有想到一個 許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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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許願 有沒有 彤彤哥請坐的 我找到了 來 我們之前拍戲 有時候 那個不會 身上不會帶那個 瓜沙的 我們都用硬瓜沙 把錢拿來刮沙 對啊 一塊錢拿來刮沙 有沒有 我剛剛真的是投飲料 兩對都沒有答出來 好不好 大家來看一下第三個正確答案 是什麼 存起來 有沒有 有沒有發現 我家裡有個玻璃罐 裡面全是一塊錢 我每年過年的時候 就把它抱起來 然後拿去銀行換成錢 那這個錢可以捐出去 也可以去廟裡拜拜的時候用 也可以包紅包 好不好 我都存50塊 全國電視前面的觀眾朋友 兩隊在這一回合的成績 統統隊得到的是 不錯 還不錯 元昊隊得到的是 兩隊兩回合加起來的成績 統隊是 元昊隊這次得到的是 50分 鼓勵鼓勵 好厲害 是的 兩隊幾招才先來 來 不知道兩隊今天有沒有上到一些課 我覺得其實很滿意 有 如果你在追女朋友的話 前面那幾招 真的很棒 第一題跟第二題 這十個題目的答案 一定要好好的幾招 謝謝 謝謝 小鐘哥還有一招 謝謝 記得要招一隻中午晚上 請你們一定要鎖定 我們好看的 CVV進行群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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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嗎 你能夠 好嗎 謝謝 個合情 願